大家好 第二节课呢我们来学习定角度 首先我们对镜头与焦距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镜头呢分为广角镜头 标准镜头和长焦镜头 三个类型 首先我们看一下广角镜头 广角镜头的含义是 它的焦距很短 视角比较宽广 紧身角身 适用于比较大的场景 使用广角镜头呢可以使眼前的物体变得更大 远处的物体变得更小 四周的图像透视变化很大 容易失真 但是能产生独特的视觉效果 展现出宽广雄伟的气势 建筑物一般比较高大 在近距离拍摄时 只有广角镜头才能将其全部收纳在画面当中 并且能够产生很强的透视效果 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广角镜头的图片 这一张 是拍摄的天堂广场 那么它这个利用的就是广角镜头来拍摄的 另外一张大家可以看出 它有很强的这个透视变化 近大远小 能产生比较夸张的视觉效果 给人以比较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第二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标准镜头 标准镜头呢 给人以即时性的视觉画面效果 所以在实际的拍摄中呢 它的使用频率是比较高的 标准镜头一般都不能把建筑物拍全 只能表现建筑的一个局部或者是一个点 对于取景和布局的要求比较高 但是不会产生明显的透视变化效果 下面我们看这两张图 都是比较标准的镜头 它不会将建筑物所有的局部都拍全 但是它给人以一种比较真实的视觉效果 最后我们看一下长焦镜头 长焦镜头往往用来表现建筑物的特色细节 在建筑物拍摄中呢 是必不可少的 使用长焦镜头一般站在建筑物的近处进行拍摄 也就是说在拍摄建筑物的某处特写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到长焦镜头 焦距 焦距的一般标准我们要怎样设置呢 广角镜头通常是指镜头焦距在17到35毫米的镜头 标准镜头是指焦距在40到55毫米的镜头 它是所有镜头当中的最基本的一种摄影镜头 长焦镜头视角在20度以内 焦距可以达几十毫米或者是上百毫米 那我们平时在做效果图当中的常用的一个焦距是28到35毫米 这个是比较标准的镜头的拍摄效果 好 那么第二点呢 从视角上来看 我们可以把视角分为平视角度 平视角度呢 主要表现建筑的源态最接近人眼观察到的事物 给人以真实的视角效果 我们看下面这两张图都是沿街的平视效果 可以把建筑物的源态表现的非常明显 第二 仰视角度 仰视角度的优点是线条向上汇聚 突出画面的空间感 在接近建筑物时采用仰视拍摄 能使画面中的垂直线条产生强烈的汇聚 利用这种夸张的汇聚感呢 可以很好的调动欣赏者的视线和想象 我们看下面这两张图 这两张图的角度呢 都是向上拍摄的 人站在建筑的脚下 而视点呢 是向上汇聚的 这样会给画面产生一种比较强烈的冲击力 也表现了建筑本身的一个形态 最后呢 也是效果图当中比较常用的一个角度 俯视角度 也俗称呢 鸟看角度 给人感觉是一览无余 表现出画面开阔大气的效果 能很好的对建筑的布局和城市面貌进行描述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几张真实的图片呢 就是鸟看的角度 接下来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镜头透视与构图的一些规律 好的透视构图呢 是优秀建筑表现的基础 在一个良好的透视构图里 重点清晰明确 而且处于画面最有表现力的位置 表现主体与周边结构或环境的关系清楚 具有画面张力 进而言之 一个好的镜头透视与构图 应该达到几点要求 一 重点清晰 处于适合的画面位置 二 表现主体与周边结构或环境的关系清晰 三 具有画面张力 那么以下几个重点呢 视力呢 就说明建筑镜头透视的几个主要特点 一 主体明确 因此我们再需要把主体放在画面主要的位置 如黄金分割点附近 好 我们现在看下面两张图 建筑的角度透视要控制方向和变化 有利于表达建筑的比例关系和结构关系 因此需要我们控制主体面 把握主次面的比例接近于7比3 好 我们看现在我们这两张图的构图来讲的话 我们在镜头旋转的角度的时候 有一个建筑主体表现的面和一个次要表现的面 左面这样图也是主体表现的面和次要表现的面 主体表现的面和次要表现的面 甚至还有许多透视关系 为了能更好地表达建筑立面设计 采用接近于纯立面的透视 这是建筑表现所特有的 也能把控和客户能接受的情况下 应该多尝试 我们看这些正里面 它往往也能表现建筑的一些特殊的形态 而主次面接近于5比5的透视 则显得平常而建筑感不强 接近于风景摄影 我们来看这张图 它的两个面接近于等分等 下面几点需要注意的是 主体如果是群体的话 需要注意个体之间的关系 要分明而不能堆在一起 主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要交代清楚 画面要有一定的张力 我们可以理解为 要有夸张性的要素在里面 如比较夸张的透视效果 大胆的构图 不常见的试点等等 那么在构图上呢 根据题材和主题思想的要求 要把表现的形象 适当的组织起来 构成一个协调的完整的艺术性 较高的画面称为构图 构图的目的是在一个平面上 处理好三维空间 高宽深之间的关系 以突出主题 增强艺术感染力 做出的时候呢 要把画面当中的主体建筑 加以强调和突出 从而废弃一些一般的 表面的 琐碎的 次要的东西 并恰当的安排配景 选择环境 色调 使整个图面 对比比较强烈 画面更完整 视觉中心更集中 建筑主体更典型 那么 紫阳构图呢 并没有一个很确定的标准 这里推荐两种思路 辅助于处理 好构图的思路 一个是黄金分割点 二 就是编剧不等原则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黄金分割与三分法 黄金分割呢 它是广泛的 在自然界当中的一种现象 简单的说 是将主体和主体的重点趣味 放在位于画面 大约三分之一处 避免对称构图 让人觉得画面和谐充满美感 黄金分割法 又称三分法则 三分法则就是将整个画面 在横端方向 用两条直线分割成等分的三部分 我们将建筑或表现主体 放置在任何一条直线 或直线的焦点上 这样比较符合人类的视觉习惯 图使或画出颈字辅助线 将主体放在四个交叉点上 这样画面立刻就活了起来 按照图例中的四个黄金分割点 例如 我们设想下 我们看到非常引人入胜的风景 但缺少具有优美几何结构的 备设主体 这样拍出的 这样拍出的照片 只会是一个空洞乏味的场景 那该如何处理呢 试着寻找一个 与这种单调的环境 形成鲜明对比的物体 并将这一物体呢 放置在 如我们下图当中的 十字的一个位置 好 我们现在来看这两张图 左边这张图 它拍摄的是一张风景画面 在我们的房 在房子所处的位置上 大家看 是黄金分割点所在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 将我们的整张图的构图 平均 横数分成三等份 那么在它们相交的部分 就属于黄金分割点 也就是建筑处于的 趣味点上 右面这张图的上下 并没有等分 那么它的分法呢 是上半部占三分之一 下半部分占三分之二 与黄金分割相关呢 有四个点 用十字线来标识 我们注意要将建筑的主体 或建筑的重要分割 线 趣味点 放在这些点的附近上面 大家看 这几张图 我们建筑的主要主体 都在四个 黄金分割点的附近 这样的构图呢 看起来 我们的建筑主体 是比较突出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 边距不等原则 一纸主体 与画面边缘的距离 不能在一个均等的距离 一般来讲 建筑的主要面 方向的边距较多 大方向的边距较多 主受光方面的边距较多 透视很强的图 顶上的边距较小 我们来看 下面几个图里 建筑的主要面的 这样的边距比较多 或者是光源所在的方向的 边距比较多 那么上下左右 都形成一个边距不等的原则 需要补充的是 在构图当中 画面的组织非常重要 即前景 中景和远景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3D Max 动作相机的具体应用 我们首先打开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呢 是一个小区住宅的场景 那么它有建筑 有地形 我想主要表现 这一块区域的建筑的话 那么我在场景中 是怎样布置相机呢 首先我们把场景 切换到平面视图 按T键 好也就是顶时图 现况显示 刚才我们要表现的三栋建筑呢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在布置相机的时候 应该是在这个 这样的一个区域上面 3D Max当中的相机具体怎样创建 我们看右边的命令面板 在创建面板下面 我们之前有所了解 这个是创建几何体 二维图形 灯光和相机 好 我们选择相机 相机的类型 现在是标准的类型的相机 当我们安装了微锐渲染器之后呢 就会出现一个微锐的相机 那么在微锐的相机 我们最重要的是学习物理相机 但是物理相机的学习呢 我们可以放在今后 可以在这个详细的了解 我们今天来学习的是 Max的标准相机 标准相机分为两种 一种是目标相机和自由相机 它们两个的参数是完全相同的 唯一的区别在于目标相机呢 它有一个可以固定位置的一个目标点 所以说我们在平时应用的时候 都会应用到这个目标相机 那我们选择目标相机之后呢 在顶视图上 我们可以在这个方向去看过去的话 我们可以拉动鼠标的走键不放 来创建一个相机 大家看在我创建相机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小方块 这个小方块是可以移动的旋转的 它就是我们的目标相机的目标点 那么目标点要放在我们主要表现的建筑上面 在顶视图上确定好相机的位置和方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切换到前视图来确定它的高度了 在我们学习视角的时候 我们知道相机的视角分为平视视角 仰视视角和俯视视角 所以说在平视视角上面 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人视点的视角 好 我们把规律器改成相机 我们选择相机和目标点 再切换到前视图 切换到前视图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相机的高度 进行一个位置的确定 那么人视点的高度呢 一般在1米7到1米9之间就可以了 好 我们在移动工具上 点右键来确定它 坐标 在Y轴上面 可以提高1.7米 输入1.7 好 大家看相机已经被抬高到这个位置上来了 然后我就可以切换到相机视图 切换相机视图的快捷键是 C键 也就是Cameral的手写字母 好 切换到C键之后呢 我们显示渲染框 也是它一个安全框 Shift F 快捷键 好 按F3实体显示 现在相机所看到的这个角度 就是我们刚才 确认好相机的位置和高度 但是从构图上来讲 我们之前讲过 在我们确定构图的时候 来使用编剧不等原则 还有就是我们要主要表现的主体 应该是在画面比较偏中心的位置上 或者是在黄金分割点上 我们看现在来讲这个高度上面 我们并没有把建筑的顶上 这个建筑的顶上完全看权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需要调整它的目标点 好 我们切换到两个视图 那么左边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相机视图 右边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证教视图 或者是一些用户视图来进行操作 好 我们现在单独的把相机的目标点抬高 我们选择目标点 在Y轴上面抬高 抬高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面 我们在左边的相机视图里可以看到 上方的天空已经显示出来了 而且建筑的顶上也都能被全部的看到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初步的定在相机目标点的这样一个位置上面 但是大家看左边的这张视图上面 就相机视图上 它的透视变化是比较大的 这种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我们当把视点抬高了之后 它相机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强烈的透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相机进行一个校正 选择相机右键 选择应用 相机校正 好 校正了之后呢 我们的相机的这个透视变化就已经被修正过来了 我们再看一下相机的具体的一个参数 我们选择目标相机 在它的修改面板下面有一个基本的参数 我们看这个28 28就是它的一个焦距 我们之前讲过我们普遍常用的正常的一个焦距是在28或者是35之间 那当我的焦距的数值越小 大家看我直接输入前面的这个比较小的一些数值 大家看它的视角是越广的 比如说相机的这个张角呢是越广的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广角的一个镜头 当我的焦距的数值越大 甚至上摆的时候 那么它的视角啊是很小的 它只能表现一个特写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我们在应用比较正常的一个透视的时候 我们可以应用28这样的一个焦距 好 焦距设置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相机视图里面来进行微微的调整 就在右下角有六个常用的工具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拉动鼠标左键不放来进行拖动的时候 大家看我的视角是可以被拉近或者是退远 但是它是会改变我们相机的整个构图的一个透视关系的 那么下面这个工具呢 它也可以对我们的焦距进行一个调整 远进行调整 但是它并不会改变我们的透视关系 那上面啊是透视 但是这个工具呢 我们并不是很常用的 下方是它的平移 这个手指符号是平移 那么平移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水平的平移 水平平移的话 我们按住键盘的shift键 来进行水平的平移 大家看水平的平移 那上方这个工具是旋转镜头 一般我们都不会来利用到这个旋转的镜头 这个工具 下方是旋转相机 当我按住shift键的时候 那么我的相机也可以进行一个平行的旋转 平行的旋转 旋转过来之后 我可以再进行平移 好 现在我的这个角度基本上就已经确定好了 而且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人式的角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仰视的角度 仰视的角度呢 我们还是先切换到顶视图上去 好 在顶视图上呢 我们先确定好它的位置和方向 显框显示 我们想在这个区域呢 做一个仰视的角度 创建面板 我们选择相机 目标相机 好 目标点还是对在建筑上面 在高度上面还是切换到前视图 我们选择相机和目标点 同时选择到 选择到之后呢 在高度上 开高1.7米 1米7的位置上 其实这个位置呢 并不是说很精确的 大家可以在这个1米6到1米9之间 或1米7到1米9之间浮动都是可以的 我们再切换第二个镜头 Shape F 安全框 好 现在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平视的角度 那我们 想要仰视的角度的话 把目标点 在前视图上 抬高 把Y轴 抬高 也就是说仰视的角度呢 我们视点是在上方 视点是在上方 好 回到相机视图来 现在我们就得到一个仰视的角度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修正我们的相机 我们可以把它的焦距 调小一点 也就是说让它的范围更广一些 可以稍微平行旋转一下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仰视的角度 它一般都可以表现说比较高层的建筑 我们用仰视角度这样能更显示出这个建筑的宏伟和高大 更显示它的这个透视感 我们再看一下俯视的角度 在场景中我们已经有两个相机了 现在我们看当我们切换相机视图的时候 C键它会弹出一个相机的选择框 让我们选择相机一还是相机二 刚才我就是选择的相机二去切换的这个 我刚打出来的这个镜头 那么更改相机的名称呢 我们可以选择相机进入修改面板 去更改它的名称 所以说以便于我们去记它的角度呢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平视角度 或者是仰视角度 那我们在场景中再打一个俯视的角度 也就是鸟看的角度 鸟看的角度呢 一般都可以把我们整个的场景所包含在内 也就是说在我们表现比较大的范围的时候 或者是俯瞰整个建筑小区的时候 我们可以打一个鸟看的角度 好 还是在顶视图上我们创建一展相机 好 在这个方向 创建相机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相机 现在选择的时候并不是很好选择了 大家看 选择相机和目标点 容易混淆 那么我们就按 H键 快捷键 H键 可以弹出一个选择机来 先全部关闭 再选择相机 我们选择相机 03和它的目标点 选中 选中之后 我们可以抬高到一定的高度 大家注意 这个鸟看的角度呢 试点的话 没有一个具体的高度 只是说我们可以把整个场景包含在内 这个高度我们是可以去调整的 我们先确定在这个高度上 然后切换到相机视图 好 大家看 现在是这样一个角度 那我觉得还不够高 这个高度 我可以直接利用下方的 可以直接利用下方的这个旋转工具 来把我的相机视点抬高 或者说可以看到我的建筑上方的一些楼板 或者是屋顶的时候 那么这个鸟看的高度就已经确定好了 我们再进行微调一下 我们看这样一个鸟看的角度 那时候我们可以把相机稍稍的修正一点点 选择相机 目标点 目标点我们太低了 可以高一点 把相机稍稍加一个矫正 在矫正之后呢 大家看我可以去调整 它校正的程度 我更改这个竖直 这样的程度 好 可以稍稍修正一点点 当然说正常的 我们的这个相机 如果说是在上方的时候 那么它会产生一种上大下小的这种感觉 这是很正常的 好 这样的鸟看角度 我们已经就确定好了 今天定角度这些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再重新回顾一下我们的知识点 首先我们是介绍了镜头的分类 分为广角镜头 标准镜头和长焦镜头 那么在试点上呢 我们又分为平视视角 俯视视角和仰视视角 所以说大家在Max当中 打相机的时候 需要去注意调整 我们的画面构图和相应的焦距 我们的画面构图和相应的焦距